近期,强劲的医药反腐风暴席选全国,成为舆论焦点 上条视频提到,医药腐败花样多又隐蔽 除此之外,它还具有链条广的特点 以大家关注的药品腐败问题为例 一个药品进入公立医院的各环节,均存在腐败风险隐患 情况严重时,医院内部的监督链条全线失守 灯下黑的贪腐窝案土壤形成了 原本只有能出门诊,制定住院病人治疗方案的高年资医生 有资格接受回扣 后来,没有处方权,但是有资格决定耗材使用的护士长 也能从耗材回扣中分润 平常和病人没有直接接触的检验科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 缺少外部监督,各种高价试剂 伴随着病人的检查化验,全家桶不断壮大 有的试级厂商为了培养市场 甚至弄出了送设备卖耗材的把戏 动辄投入价值数以百万计的检测仪器 为的是推销检测设备专用的试剂 由于商业贿赂带来了超额收益 某些高年资医务人员故意把持专业技术 在某医院某科室当要把刀把 阻挠低年资医务人员成长 这些行为摧残着整个行业的未来 破坏了医学新人的理想与信念 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反腐力度加大 一些冠冕堂皇的专家学者在海外寻求退路 为子女安排与祖国渐行渐远的人生 以上问题出现在医院所有物资与服务采购活动中 为什么不管呢?因为取证难 所谓大处方大检查 只要病人有钱愿意花钱买一个更安心的概率 并且这些医疗服务对病人来说收益为正 不会越知越坏 外界就很难判断这些医疗服务是否合理 解决这一多年困扰医疗卫生行业健康发展的顾及 靠的是我国财税体系对经济活动的掌控力提升 本轮反腐风暴的基础是2023年1月在10省市上线 并将在全国推行的精税四期工程 该工程对涉税业务与非税业务进行全面监管 并实现企业的信息共享与信息核查 在这一系列科技手段的支撑下 侦办人员得以从各家企业那里掌握相关的利益输送的确切数字 这意味着腐败分子的一切挣扎都将毫无意义 近期医疗医药行业爆出的众多老虎苍蝇 是我国不断收紧打击腐败天罗地网的一部分 空前的医疗反腐风暴或许会让一些知名医学家露出令人不齿的一面 但它将会让医疗卫生事业蒙尘的荣誉重放光彩